该来的总该要来 就在刚刚不久前 NBA球星级诺比利做出最终决定 选择告别NBA 至此 41岁腰刀结束了个人16个赛季的NBA生涯 以及23年的篮球职业生涯 2017-2018赛季 结束后 基诺比利一直在考虑自己的去向 是在站一年还是就此离去 他迟迟未能拿定主意 对于求你而言 当然希望老马努在站一年 继续能在赛场上看见那熟悉的20号 不过 天下没有菩萨的宴席 基诺比利最还是选择了退役 基诺比利在推特上发布了自己退役的决定 马努写道 今天带着复杂的心情 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篮球生涯 感谢所有陪我度过23年的人 这是一段难以置信的经历 超越了我任何疯狂的梦想 1050机场比赛 26872分钟出场 14043分得分 3697篮板 401助攻 1392场段 三摇脚盖帽 四座总冠军奖杯 一座最佳第六人奖杯 两次全明星 两次最佳阵容 这就是基诺比利16年NBA生涯所取代的成就 除此之外 基诺比利拿过奥运金牌 以及欧华联赛冠军 他是NBA历史上 为了拿过NBA总冠军 奥运冠军 欧华冠军的球员 提到基诺比利就必须提到GDP 作为马次辉煌时代创造者 他们是NBA历史最成功的三人组之一 GDP合力创造了许多记录 常规赛胜场数575场 以后赛胜场数 他们都是历史第一 而随着邓肯的退役 GDP时代宣告落幕 再随着基诺比利的离开 GDP时代彻底宣告终结 而在GDP双双退役 P加盲黄蜂的情况下 GDP三人全都离开了马次阵营 从墙发飘飘的少年 大胡子花白的土头大叔 激怒比利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 然而现在 是时候该说再见了 致敬 Maiu